肉質細緻的心滿 炙燒後逼出油脂 香煎牛小排 香氣濃郁 從夜蟹天婦羅 外酥內嫩 鮭魚湯漬飯上淋上用抹茶和煎魚 熬煮的高湯 別有一番風味 海鮮丼飯一道道料理 都用小碟子裝 小巧又精緻 讓女性的消費者吃的時候 可以覺得說吃巧 然後又吃得剛剛好 這次我們的預計營收 會帶動萊克大概一到兩成 來自日本酒粥長濱鮮魚市場的 頂級黑鮪魚 由師傅新鮮現切 做工繁複的凍鱗蛋 吃得到牛奶般的乳香 還有這搭配十三種海鮮的 隱藏版豪華海鮮凍 用的是南非白鮑魚 軟絲 清乾魚還有白蝦 像我們的漁獲的話 大部分是從日本過來 所以它有這個特殊的油脂香味 它的油脂香味是在尾韻 或是在入口的時候就會帶出來 生鮮鮭魚生魚片 搭配鮭魚子 還有用不同鮪魚部位 做成的海鮮丼飯 也是韜客最愛 從高雄起家的鮪魚專賣店 主打親民價位 都已經來吃生魚片的人 應該還是會想要以新鮮為主 應該還是比較大眾的是 鮪魚跟鮪魚為主 因為每家餐廳 它可能會有一些比較特別 比較亮眼 比較強眼的東西 會比較吸引我 特別去裡面消費來吃 炎炎夏日來玩海鮮丼 消暑又開胃 日本橋海鮮丼 趁市推出名義尋味海鮮丼 長濱魚屋今年十月 還要在中山區百貨展店 順意鮪魚專賣店 祭出多種海鮮丼料理 就是要瞄準海鮮控荷包 瓜分市場雙雞 三地新聞 林舒贤 伊力亭台北報導